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賴振宏老師 接下來要為各位同學 介紹一些期望值的相關討論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摸彩球的活動 今天假設代中有大小一致的 紅球5顆 藍色球3顆 黑色球2顆 如果抽中紅球 藍球跟黑球 可分別得到獎金10元 100元跟200元 那試球 第一個 如果每次自帶中抽出一球 那每抽一次的獎金的期望值是多少 第二個 每次自帶中抽出一球 抽出來看顏色後放回 總共抽兩次 那獎金的期望值是多少 第三個 如果每次從帶中抽一球 抽出後看完顏色不放回 總共抽兩次 獎金的期望值又是多少 那這一題主要是第一小題就是抽一次 第二小題跟第三小題都是抽兩次 差別在第二小題是有放回的 第三小題是沒有放回的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獎金期望值是如何 那首先我們來看到第一小題 那今天帶中有五紅 三藍 兩黑 那今天每次從帶中抽取一球 那抽取一次的獎金期望值 那於是我們就有可能這次抽到的情況是紅球 當然對應的隨機變數的取值就是十元 抽到籃球得一百元 黑球得到兩百元 好 那這個時候的機率呢 我們來看 因為我們只抽一球嘛 那帶中總共有十顆球 所以呢 紅球又有五顆 所以今天抽到紅球的機率就是十分之五 那一樣的道理 抽到籃球的機率就是十分之三 那最後抽到黑球的機率就是十分之二 那於是我們X的這個期望值呢 就會是十分之五乘十 加十分之三乘一百 加十分之二乘兩百 就會得到是七十五元 平均每抽一次的這個獎金期望值 好 那接下來呢 這個第二小題是一樣每次抽一球 看完顏色之後要放回去 那抽兩次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隨機變數我們叫做Y 於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抽了這兩球因為會放回 所以有可能是兩紅 那這個時候呢 得到的獎金就是二十塊 那一紅一籃的話呢 總共就是得一百一十塊 一紅一黑 就得到兩百一十塊 那如果是兩個籃球 就是兩百塊 那一籃一黑就是三百 兩個黑球就是四百塊 那在這邊呢 就是相對應的這個 實驗的情況 對應到這個隨機變數的取值 這個請同學要小心一點 那接下來要算的就是對應的機率 今天呢我如果抽到的是兩顆都是紅球 那我們就會發現喔 注意這一題是要放回去 所以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有十種可能 所以分母是十的平方 那分子呢 就是兩次都要是紅球 所以吸二取二 兩次取兩次 那都是出現紅球 那你取後放回 所以每一次紅球都有五種可能 有五顆嘛 所以是乘五的平方 那接下來呢如果是一紅一藍 分母一樣是十的平方 那分子呢 因為有兩顆有一紅一藍 所以吸二取一 兩次裡面要取一次 要出現紅球 那紅球有五個選擇 那剩下的一次要出現是籃球 所以籃球有三顆有三種選擇 所以分子有這麼多情況 好 那一樣呢 一紅一黑 我們現在就直接看分子了 那就是吸兩次取一次 要取到紅球 紅球五種 那黑球呢有兩種 那如果兩次都是藍色球呢 這個分子的情況就是 吸兩次取兩次 兩次都要是藍色球 藍色球每次有三顆可以選 所以是乘上三的平方 那一樣的道理 一藍一黑 就是吸二取一乘上 那一次要藍色 剩下一次要黑色 黑色有兩顆 所以乘以二 最後兩黑分子就是 C2取2乘上2的平方 那這邊算機率可能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小心算是不會有問題的 於是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機率函數 這個表格就寫成這樣 於是我們這個獎金Y的期望值 我們就利用這個取值跟對應的機率相乘的核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我們的螢幕上所呈現的這個值 所以我們會得到是150元 好這個是屬於取後放回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我們會發現 剛剛的我們的X的隨機變數是取一次嘛 那Y是取後放回取兩次 所以呢 它的獎金期望值就會是X的兩倍 這個我們在三個單元有談過 好 那接下來呢 老師要講的是第三小題 如果我們今天一樣取兩次 可是呢 是取後不放回 那各位覺得這個時候呢 隨機變數叫Z 那它的獎金期望值會不會改變 跟這個取後放回的情況Y 會不會有不一樣呢 那首先呢 老師把這個抽到的這個球的顏色的組合 跟對應的Z的取值給寫下來 接下來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重點來了 每一個情況所對應到的機率 好 那今天是取後不放回 所以我們的分母就會是10乘9 第一次取有10個可能 然後第二次取勝9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第一個情況 兩次都要紅色 所以第一次要紅 第二次也要紅 所以第一次有5顆紅球選擇 第二次勝4顆 所以是5乘4 如果是一紅一藍呢 分母一樣是10乘9 我們現在就討論分子就好了 一紅一藍就變成 你有可能是 紅色球有5個選擇 藍色球有3個 可是不要忘了 你可以紅藍或藍紅 所以可以交換 所以乘以2接 好 一樣的道理 一紅一黑 紅色球有5個選擇 黑色球有2個選擇 那也不要忘了 紅黑或黑紅可以交換 所以乘以2接 那如果今天呢 兩個都是藍色球 那就表示第一次要藍 第二次也要藍 那藍色球第一次有3顆 然後取後不放回 第二次就剩2顆 所以是3乘2 那如果是一藍跟一黑呢 那就表示說 藍球有3顆選擇 那黑球有2個選擇 那當然呢 藍黑或黑藍可以排列 所以要乘2接 最後兩個都是黑球 我們就會發現 就是2乘1啦 於是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機率函數給算出來 分別對應到的取值跟機率 就如圖表上所示 好 最後呢我們就可以比較快速的 算出這個獎金記的期望值 經過劣勢 取值乘上相對應的機率 我們 當然這個機率跟剛剛的歪的機率是不一樣的 可是呢我們算出來的期望值 竟然 是150 也是2倍的X的期望值 跟Y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放回跟不放回 似乎獎金期望值會是一樣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探究這個問題 今天取兩次的遊戲當中 在第一次是放回或不放回的期望值 我們發現 都是取一顆的期望值的兩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不管是你今天第一次取完之後 有放回或者是沒放回 我們第一次取球 取到相同顏色的球的機率 都是一樣的嘛 那關鍵在於第二次 你在放回或不放回 在第二次取球的時候 我們取到相同顏色球的機率 會不會一樣呢 如果也是一樣 那是不是就可以比較理解 為什麼期望值算出來都會相同 好 那我們來看到底相不相同呢 來我們來看 第一次取球如果是放回的遊戲 因為它要放回 所以第二次如果你要取到的是紅球 還是一樣嘛 十分之五 因為它的球都放回去 那如果你第二次要取到的是藍色球 藍色球有三顆啊 所以第二次取到的是藍色球 也是十分之三啊 沒有變啊 因為球都放回去嘛 那如果是第二次取到的是黑色球 一樣嘛也是十分之二嘛 另外一種情況 如果是第一次你取完之後 不放回 那我們來看 第二次取到的是紅色球的機率是什麼 我們可以知道 第二次是紅色球 要分兩種情況 就是第一次紅 第二次也紅 或者第一次飛紅 第二次紅 所以這兩種情況 第一次紅色 第二次也要紅色 就是十分之五 不放回嘛 第二次剩九顆裡面有四顆紅球 加上 如果第一次不是紅球 不是紅球有五顆嘛 所以是十分之五 乘上第二次剩九顆喔 可是裡面的紅球是五顆嘛 所以是乘上九分之五 所以這個是不放回的情況下 第二次取到的是紅球的機率 我們算出來是十分之五 跟你放回第二次取到紅球的機率 是一模一樣的 好 於是相同的道理 同學你可以自己來想看看 如果在第一次是不放回的遊戲裡面 他第二次要取到是藍色球的機率 其實算出來也會跟左邊的 這個放回的情況之下 第二次取到藍色球的機率是 是一樣的 相同的道理 如果你是不管是放回或不放回 第二次取到黑色球的機率 其實也會是一樣 那至於後面這兩次 這兩個情況就由同學來思考一下 他就會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好 於是我們就可以有以上的一個歸納 不管你有沒有放回 第一次取到銅色球的機率會相同 第二次取到銅色球的機率也會相同 於是在取物的問題裡面 無論我們取出放回或不放回的情況 你抽兩次的期望值是會相等的 而且都會等於抽一次期望值的兩倍 好 那以上就是有關這個期望值的延伸討論 那希望同學多加思考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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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